嗨,又是我,我又有話說了 最近有不少大學的實驗室 都不見了很多化學品 有腐蝕性的,有異言的,有可以爆炸的 警方也找到不少的土製炸彈 在14日更加是偵破了一宗 有組織製造炸彈的案件 令人非常震驚 我們都會想 到底現在看起來好像這麼平靜的社會 是否這麼安全呢? 所以前兩天我就問保安局局長 怎樣去跟進剛才我剛才所說的一些違法行為 局長就說他會和警方合作 加強情報和加強打擊 而我們看到這些土製炸彈 在外國經常是用來做一些恐襲 亦都會造成很多的人命傷亡 舉個例子 波士頓馬拉松的恐襲 就是用土製炸彈去造成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過年了 市民怎樣才可以有一個安心愉快 沒有汽油彈 沒有土製炸彈的一個新年呢? 除了局長說的建議之外 我也提出幾個建議給政府考慮 從短期方面去看 政府應該是要加強和一些五金店的宣傳 如果有人去這些五金店買一些可以製造土製炸彈的化學原料的時候 這些五金店的負責人就應該提高警覺 適當地向警方舉報一些可疑的人事 而短期之內 政府和警方亦都要和這些大學的實驗室做一個加強保安的工作 避免他們的一些危險的化學品被人再偷 長遠來說 我想政府都要考慮立法 避免一些犯過嚴重的罪行 譬如說放火或者製造炸彈的人士 避免他們在這些大學的實驗室裏面工作 避免他們再去接觸這些高危的化學品 這些就是我對政府的一些額外的建議 希望政府可以落實去執行 還有在這裡我也要祝大家 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過一個開開心心平平安安的新年